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如果我們一次搞定 一次抽 那功勞全部都是一個部會的 各部會都要 文化部 對不對 農委會 然後什麼交通部也要 觀光局也要 一定要我自己的東西 到時候功勞 你看我有 這個院長一聲令下 我立馬打折隨便上 為什麼我們做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現在是極端情況 極端情況如果還考慮本位主義 那我只能說 這是行政院的選擇 我們尊重 但是至少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絕對有 就是文化部有服務 藝文人員 農業部有服務 農遊 這什麼東西 剛剛這個宏廷講到的 是網路上 當然這個東西 我們不會在節目裡面 放大討論 確實有人會這樣想 會這樣想 你知道嗎 這個很多國家 盛讚這個大陸說 他們的五指病 大陸沒有人在拿錢 基本上 如果是三線的城市 大概大家都是手機出去 就啤啤啤啤 然後轉上 啾啾啾 QQ 還是什麼東西 微信 就轉了 錢都轉過了 基本上沒有人在拿紙幣 傳統貨幣了 然後台灣那時候就有人講說 你看 為什麼要這樣你知道嗎 要掌握你的個資 消費模式 對 要掌握你的個資 要監控你 結果現在我們政府說 大家趕快來市位綁定 推五指畫 那你怎麼不出來質疑說 你想找我的個資 我不要 我就是要去怎麼樣 這個現場排隊領券 結果現場排隊領券 健保卡一刷 個資還是被掌握 然後聽你掌了 還是一樣的 好不好 來 回過頭來講 今天兩個地方 當然大家對頭痛 一個超商 我剛剛告訴你超商的 無限亂象 好多這個頭過身不過 出門就中斃 最後還是回家洗洗睡等等的 另外在郵局的部分也是 郵局亂 超商亂 誰最有感 除了被亂到的人之外 還有里長 還有里長 尤其是我們線上 來 來到現場的時候記憶說 長半那裡就沒分了 麻煩了 對 這就是三千塊 對 我們在現場說 拜金才會是 等於是 它是二號 等於是明天才可以領取 那個阿嬤真的有的人說 整個氣氛都整個上來 他說怎麼會分這樣 都沒說 都沒說 讓我們來到這裡還不行 明天知道 明天不可以來 在這裡就是 等於就是一個 氣氛本來說很不好 造成這樣 今天不只只有長輩 我發現連高中生 還有我們國中生 都來到現場來領取 因為今天剛好又是放水價值 今天都學習了 大家很多的 就是學生都已經 也來在我們的郵局 一起來給你 這個振興券的一個部分 我也覺得說 白到真的就讓 真的這個天氣又熱 我也覺得奇怪 真的很刺激 但有需要無法這麼多天嗎 讓我們覺得說 我們其實這個東坡市 其實賣賣 他們叫的時刻 用這種消費券來老民 你現在換一個烏鴉 你紀人選定 也是又一樣 來用這個鄭新鎮花10萬億 你10萬億才會做一些 好有意義的餐廳 來做成功 現在凡變 再來 我們家庭 到我們大理有發現 3千塊當中換 現金換6千塊 尤其這總見的人 居多的人居然是誰 這些高中生跟這些國中生 因為他才拿到現金 可以去做什麼 可以去賣點數 國消費者也不可以賣點數 我就覺得說 這樣到底真的會 刺激到我們鄭新的消費 理長 所以你有看到他們 你有看到學生 當場領導券 把它賣掉還怎麼樣嗎 他們居然是學生 九學生 小小的 說可以換現金 居然有這種團體的存在 這真是市值的 因為我們人道真是 他都會7秒 沒可能7秒 我今天去樓來 到現金 等到燒點半千 再來10點的時候 又當機 10點的時候 我在有舉的時候是當機 我覺得說這個系統 真的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時都已經在訪問了 系統一定要維護好 不然就會造成一些 腦民的一個問題 這個也是大家注意 還有一點 要跟佑正說一下 居然他的新住民 新住民已經有健保卡了 已經有健保卡了 居然不能凝聚 他不可以 為什麼 他的兒子他也 我也不知道 也問不到 趙勒說你這個有預償 有健保卡 他在台灣已經15年了 他會不會是健保卡 那個磁橋 磨損還怎麼樣 沒有 他剛才去看 去看完 所以健保卡是沒問題的 但是他的資料不能領取 對 因為他的資料 也可以看見 我們的新住民是LP 對 對 他是一個新住民的一個部分 這個賴小姐 也本來也在現場 他也在現場 其實尤其跟他反映的 就是說不能領取 可是他的小朋友 已經到國中了 居然都可以領 他丈夫也可以領 他在台灣生了小孩 為什麼他不能領取 沒有 外配應該都有吧 他是不是還沒有取得身分證 他有身分證了嗎 15年了 應該是國民 15年了 身分證就國民 不行是怎樣不行 你問他是讀卡怎麼樣 他讀卡發現逆場 發現逆場 櫃台人員這樣講就對了 不只這個而已 沒有我們的 也是一樣跟他的同情況的 還是一樣不能領 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是什麼原因 因為我們 我從早上打1988到現在 都沒有人接 不然就是防線 而且這樣爆滿了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好奇怪 應該是 應該是 只要有健康卡其實都可以用 為什麼不行 連線 也找得到任何的一個窗口 來邀請 我跟里長講一下 移民署剛剛我們有這個 應該是有去請教移民署 或是有相關的報導 移民署說 下禮拜再來 移民署都請下週再試 可能這個連線還沒連線好 或者是 這個很奇怪 移民署跟我們政府是不是不同調 這太奇怪 可是移民署 嗜好發新聞稿就可以 他們好像被我們台灣的政府 來排斥了 瞭解我意思嗎 他們的感覺 他的孩子一連線 孩子可以贏 他的政府也可以贏 為什麼他不能贏 這個很奇怪 因為我覺得說 我覺得說這個賴小姐 他本身也是一個 也是我們的禮靈 你老公為什麼會這樣 這跟我們都是一家人的 為什麼我們可以他不行 可是郵局不敢給他領 他也給他老公來帶領 他也是說他不行 他也是用另外一個方式 下去看可能有機會可以領得到 還是這樣不可以 因為不管怎麼樣 一定要刷卡 不管是帶領還是自己領 一定要讀卡 卡讀進去就是不行 對 沒錯 因為說實在的 因為在這一次的政訓券 我們真的發現最大的一個問題 是真的不好用 而造成的一些 我們所說的這些 未來利用鼓勵的這些團體 而造成的 讓這些的政訓券 整個是 國差才講不完 真的政訓到了嗎 這個任務證 你們真的要來幫忙一下 我覺得說 真的這一次的政訓 變得太亂了 他也說 沒問題說什麼三倍券 每個地方所說的跟 最後理解的都不一樣 對 這個里長 我還有一個問題 要跟你請教 我上一次跟你聯線 你記不記得你說 你幫一些比較辛苦的朋友 代電了一萬七 他們今天領到了你 今天記得 跟我們去年而已 通知的 接到通知的 像這樣都會 沒有 我就是這樣說 要摸走 你就是要走 走還要走 對 有什麼有 這是什麼的問題 對 因為他們有很多 當天初期的 並不一定會 從一個時間來通知 對 對 所以他們 他們這七位朋友 領到三千塊 有人還你一千塊嗎 有啦 我們是兩千塊 還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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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幫你拍拍手 其實 我們平常就有機會 沒有關係 就是也是一個協助 看你什麼時候 要來台北選理長 你去選我們那邊 你去選我們那邊 以後你可以放 真的 我在辦公室 像我們的政論 我的辦公室 全部都是長輩 都要拖輪 拖輪的 但是長輩這次長到信念 好 謝謝里長 加油 也感謝你幫我們反應這個外配的 感謝你幫我們反應這個外配的問題 我們會追一下 追一下 好不好 加油 繼續努力 謝謝 謝謝 為什麼外配的 你知道 剛剛宏廷 這個里長講話宏廷還用氣音跟我說 你說幾號發新聞稿 7月4號移民所發新聞稿 他說現在有大概50幾萬的 所謂的外籍配偶 裡面有28萬是所謂有 中華民國身份證的 有十幾萬是有居留證的 他說這些部分有沒有 他們已經整理好了 然後跟經濟部連線 名冊都已經給經濟部 所以這裡面一定是 你7月4號趕發這個新聞稿 保證你東西出去了 這裡面到底終究哪裡出了問題 11天的這位時間不夠 是檔案出了問題 還是key in出了問題 還是哪裡出了狀況 我覺得這個他們要去查清楚 不然你7月1號開放預購 7月4號移民署發這個東西 表示說他已經知道說 新移民這一塊 新住民這一塊 他有狀況了 所以我又發了一個新聞稿 告訴大家說 總共有多少人數字也清清楚楚 怎麼現在還出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經濟部 可能要負比較大的責任 這個要弄清楚 規定可以 規定可以 因為他剛剛何叔在講社會的查 新住民其實是可以的 就算你已經離婚 他剛剛那個還沒有 他先生小孩都可以理得到 人家的婚姻都沒有問題 就算已經是離婚 而且其實基本上是預期拘留 只要他的這個拘留證 還有效都可以領 所以顯然是 所以拘留也可以 不一定要身分證 有拘留證或身分證都可以 而且包含在台灣有拘留權的 這些都可以 沒有 應該是拘留證 當然他後面有兩個 他說如果你預期拘留的 你要重新辦拘留證 你可以領 剛剛那個狀況是 他有身分證 15年了 對 他剛剛數字都出來了 所以顯然剛剛那位 剛剛那位里長旁邊的那位女士 他是屬於可以領三倍券 但是在認證讀卡上面 他可能被劃成一區是 沒有被認可的 不能領的 這就是作業上的問題 要趕快去改 所以現在移民署 他們可能內部有什麼設定 移民署轉了經濟部 但是沒處理健保卡 所以是經濟部沒有處理 看起來問題可能比較大 沒處理健保卡上的身分數據 或是經濟部收到資料 要嘛就是移民署胡說八道 資料跟我沒給 經濟部想說關我屁事 你又沒跟我資料我怎麼弄 要嘛就是給了資料 但經濟部可能忙 忙著教大家晚一點再去排隊 忙著去跟超商喬玩鳥優惠 所以就忘了去處理這一塊 這樣不好 這種東西傳出去不好聽 所以你知道現在有多麼複雜 現在有很多人跟我講說 你的身分證可以掉 你的健保卡千萬不能掉 對不對 我皮包裡面都只放身分糟糕 我健保卡去哪 這裡說本來 我們最重要的身分的證件 是身分證 剛才我想回應一下 剛剛洪婷的問題 有一度我們曾經考慮到 說在身分證裡面加一個晶片 加晶片之後 你就可以把你很多的資料 能夠注入晶片 大家就開始引起疑慮 說這個可能會影響個資 政府控制人民的行動等等之類 所以我們現在身分證上 沒有條碼 也沒有晶片 結果現在全部都在用健保卡 事實上我們現在拿健保卡 來做這個所謂的三倍券 其實是違法的 因為我們的健保法裡面 對於健保卡的使用 事實上它是有限定 它只限定於就是人民 民眾的醫療所需 比如說你今天用口罩 口罩還算符合 因為它是跟防疫抗疫有關係 請問你這個三倍券 振興券 紓困券 跟你健保有什麼關係 但是因為它上面有晶片 它這裡面就可以 包含裡面所有的資料 你有沒有領 你有沒有重複領 你可不可以領通通 都在這個資料裡面 所以從現在告訴你 你的身分證你還可以丟 對不起 你的健保卡千萬千萬不能丟 我要講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三倍券 上路的第一天 出現了這麼多的亂象 剛才從一開始講說 很多地方都當機 超商當機 郵局當機 然後包含很多的APP 就是說你應該更新 就是郵局地圖 告訴你哪些地方郵局 還有比較多的三倍券 你可以領取也在當 這麼多當機 網路上大家就在問了 第一天亂象這麼多 請問一下誰應該負責 大家覺得誰應該負責 大家就開始點名了 那是不是蘇貞昌 蘇大院長該負責 可是大家想起來 蘇大院長曾經講過說 如果三倍券有什麼缺失 有什麼閃失的話 為唐鳳試問 所以現在網路上很多人 就開始呼叫唐鳳了 趕快唐鳳最聰明的政委 蘇貞昌也說是為唐鳳試問 所以這個三倍券的亂象 蘇貞昌他本來就已經設定了 一個救生法 就是如果很亂的話 亂七八糟 大家排隊 然後大熱天的 如果有阿公阿媽受不了的話 不要怪我 到今天為止 這麼亂 現在你也找了唐鳳 然後蘇貞昌有沒有問題 結果後來現在還有一個 經濟部長出來救援 所以有一個所謂的 玩鳥優惠 我也不要玩鳥 我們算不算玩鳥 還是 還沒去的算玩鳥 那早鳥變笨鳥了嗎 我不知道到底是 就是說 應該是笨鳥慢飛 現在是笨鳥找飛 你們算是池木之鳥 這差不多了 不是 不是玩 可是我覺得現在 你要說早飛的變成笨鳥 這是不是這個意思嗎 沒有 早鳥得到炫耀的權利 這個叫做早買早享受 玩買有折口 所以這不叫做玩鳥優惠 是笨鳥優惠 我們到底是什麼回事 大家都變笨鳥了 預約的是早鳥 突然殺出一鳥 這是沒有預約 你是成瑤金鳥 你是成瑤鳥 他其實從頭到尾 就是預估錯誤 所以才要出現 所謂分流這個進口 所以才要出現佳應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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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無能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